比德国还德国 这是当年给我们上课的一名德国教授 对青岛老城的评价 老头嘴还挺甜 后来我才明白 这貌似不是嘴田 德国那边二战时 动辄整座城市的建筑被格式化 数不清的老建筑就此烟消云散 1897年 德国人平坚穿力炮强占了焦州湾 次年与清政府签订《骄傲租借条约》 妄图强租焦州湾99年 讽刺的是 这帮不受欢迎的侵略者 竟然下雪本搞起了城市建设 还真想把这儿变成自个家 今天就来聊聊 德国人留给青岛的德国元祖 一把手得有个办公的地方吧 而且块头要最大 造价要最高 还要中轴对称 坐北朝南 要的就是威延气派 这便是骄傲总督府 看看这一身有龙有角的石头 是不是给人一种很扛揍 写超后的感觉 当个堡垒时 都能顶住几拨进攻的那种 这种铁栏杆看着像不像五线坡 德国人本想在这里 铺些百年的乐章 却没料到短短17年后 被日本人给打断 租界地归德国海军管辖 海军上将在清朝队呢 是提督一职 所以这里又称提督府 总督府再气派 总督下了班 还是得回家 总督住的官邸 又称总督楼 咱捋一下 办公的地方叫总督府 住的地方叫总督楼 在老师傅和营兵馆 这两名字出现前 我怀疑青岛土著 也能够搞混了 总督楼的设计师 是个小年轻 年轻人的特点就是 不守称规 设计师愣是 把多种建筑风格搓到一块 甚至还融合了 东西方文化理念 一不小心 整出个惊艳世人的作品 总督楼 稳坐倾倒德式建筑 头把交椅 外墙是劳山采来的 优质花钢石 室内是德国运来的 昂贵家具 房间内饰异常华丽 木质装潢 考究精美 钢材是克鲁伯公司知道的 比如花旁的钢架和暖气设备 玩钢铁的克鲁伯公司 还为德国守军 造了大炮和撂望塔 1914年一战时 日本对德宣战 这两个二战 法西斯国 在我们的地盘上 进行了激烈的炮战 青岛成为亚洲唯一的战场 相比于总督卢的精美华丽 二把守住的地方 可就寒碜多了 青岛人把这座 砖红色小楼 称作二提督楼 因为曾住过提督的副手 其实这座房子才应该叫二提督楼 住过的第一副官有命有幸可查 是不是感觉这房子不像是德国人建的 那是因为殖民出去那会儿 德国建筑师们还在路上 工匠建材啥的没有就位 只好就地取材 采取中西结合的风格 后来康有为买下了这座房子 定居青岛 正是康有为评价青岛为 青山绿树碧海蓝天 中国第一 后来在传播过程中 把青山改成了红瓦 至于中国第一 就别给青岛拉臭恨了 红瓦不是大染房里染出来的 是砖瓦厂里烧出来的 在那个大稿成建的年头 自本跑到一处沟壑地 大建砖瓦厂 于是这里便得名大窑沟 那个跟我说 叫大窑沟是因为这里解放前 是窑子区的哥们 麻烦你出来走两步 一二把手之下 就是海军营长了 德国强占青岛时 德国海军一共就达营 临时凑着个三营 跑过来住房 这座给三营营长住的房子 怎么看 怎么像建在海边的度假别墅 除了东北角的八角塔楼 像个带头盔的士兵 哪还有点军队的样子 在阳滩上平蓝望海 或蓝蓝地晒个太阳 这是来带心疗养吗 外墙上采用了一种 多孔的拉毛墙工艺 密集恐惧症患者 远远看看就好 下级军官和士兵 就只能驻军营了 建造比斯麦兵营时 正赶上欧洲复古主义 向实用主义的过渡期 虽然外墙的装饰趋于简约 但花岗石的墙壁 罗马柱的外廊 优美的拱炫 兔子的山墙 这美感 妥妥碾压如今这种 实用主义风的兵营 说说私人住宅 挑起个例子 这座颇具欧洲田园风的别墅 最初住的是一名大法官 后来是一名军医 二楼外墙的墓金 只是装饰性的 四角尖塔上的风向标 至今保存完好 这座比总督府历海更近的海景房 最初是一名俄国商人的私宅 后来成了德国住青岛领事馆 西南转角的八角塔楼 又是绿色的 反正这种窥顶塔楼 在青岛基本都是绿色的 最具人气的私人住宅 肯定是安娜别墅了 当年年纪轻心的德国小伙卡普勒 刚毕业就跑到青岛 开了俩砖厂 两年后就买地 建了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别墅 卧槽 那会当专厂小老板是真挣钱啊 至于卡普勒到底是以他妈的名字 还是以小女儿的名字 给别墅命的名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安娜别墅现在火了 火得我都想恋爱了 那百年前来青岛旅游度假 住哪好 首先推荐的是路德公寓 别被公寓这词搞懵了 这里是公寓室旅馆 价格亲民 全家居住和可以优惠 女主人海伦路德 是第一批跑来青岛开旅馆的德桥 攒够钱后 一很亲 请知名建筑师 设计建造了这所青年风格派的旅馆 钱包鼓一点的话 可以去侯爵饭店 别被饭店这词搞懵了 原名就叫hotel 这座古堡式建筑 是当时青岛第二大饭店 转角处的塔楼 又是一个绿帽子 坐在庭院前的平台上 可以边喝着小酒 边隔街看到大海 如果想直接扎进海里洗海澡的话 建议去海滨旅馆 对面就是奥古斯特 维多利亚海滨浴场 即如今的第一海水浴场 不过当年旺季时 这里一房难求 很多其他城市的欧美侨民 争相来青岛避暑 海军的乐队也经常来沙滩上演奏助兴 但论华丽度和建筑细节 海滨旅馆还是比不了海因里洗亲王饭店 这儿可是青岛当年最高级的饭店了 整条街上最亮的仔就是它 只不过咱现在看到的是饭店的旅馆部就职 那座能从房间直接看海的饭店 已经消失不见了 海因里洗亲王虽多次到过青岛 却从未在这个饭店里住过 这位后来当上海军元帅的亲王 非常喜欢青岛 最大的心愿就是亲自出任总督 这样就可以一直赖在青岛 哈啤酒吃嘎啦吸海凿 德国人有个爱好 天气好的时候去啤酒花园 喝酒晒太阳 不过青岛俱乐部可不是一般的啤酒花园 当时这里是德国上层人士的社交场所 达官贵人才能进 室内有酒吧台修室 甚至是图书馆保龄球馆 往小的说可以喝杯咖啡会会朋友 往大的说可以办个交易舞会 结交下名流 室外摆上桌椅 折上太阳伞 可以吹着海风吃烤肉 当兵的虽然进不来 但人家有自己找乐子的地方 海因里洗亲王怕这帮人闷出病来 亲自拍板建了这座水式饭店 水式饭店是咱们的叫法 德文是海员之家的意思 里面有一座专幕结构的礼堂 二楼设有回廊 上下皆可做人 大家时不时的奏个乐 跳个舞 搞搞演出 偶尔放放电影 1907年6月 青岛新报上这么一则不起眼的消息 经学者苦苦的探究考证 在跨越一百多年后证明了 这里是中国最早的电影院 因为是娱乐场所 所以这里又称水兵俱乐部 不过别以为一个俱乐部 就能把德国人打发了 缺一样东西 他们能给你集体献猪 为稳住这帮人 1903年 日耳曼啤酒公司在青岛成立 生产设备从德国拉过来 水从劳山运过来 德国酿造技术用起来 就这么生产出了德国风味的啤酒 这便是青岛啤酒的前身 而啤酒的啤字 是青岛人为汉字 创造的唯一一个新字 德语的啤酒Bear 最初被青岛人称为啤酒 啤啤瞎的啤 而在1928年的骄傲制里 改成了啤字 算是官方第一次认证了这个字 这个啤 啤什么 不行 这酒叫啤爱 倒不如这叫啤酒吧 好 干杯 干杯 青岛话里的古力也原则德语 指的是下水道井盖 虽然德语里井盖有个文章多的词 但德国人在口语里 一般都用孤力这个词 至于古力盖下的下水道 德国人见了如今 只剩下不到三公里还在用 我都懒得提 有个词在青岛话里高频出现 但并非原则德语 只是恰巧语德语的女士 Dama这个词 听起来有点像 传着传着就传成德国人的了 man这个字 在山东方言中使用已久 这到1802年的奏折中 白纸黑字出现了大man一词 而德国人90多年后 才来到青岛 说个题外话 小时候院子里有个姐姐 早上上学时 经常听见她爸在后面 端着茶缸子喊 德国人刚来青岛没多久 就建了邮政所 之后鸟签换炮 搬进了这座新建的楼房 邮政可是大事 小到给家里写封信 寄个明信片 大到给总督府转接电话 发个电报 这座楼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两个哥特式塔楼 一下子就有了那种 欧式古典范儿 二楼和三楼是职工宿舍 还带可以看涵的走廊 又是个带亲疗养的地儿 想跟家人对话 写信就行 想跟上帝对话 去死就行 去教堂就行 首任总督是个基督徒 于是就在总督府 和总督楼中间的小山坡 建了这座基督教堂 当初的设计方案 之所以能中标 就是因为设计师 将教堂与周围的环境 完美结合 红色的屋顶 绿色的钟楼 黄色的外墙 演绎于青山绿树之间 自带油画既视感 百年老中 清脆的暴石声 已伴随了这座城市 四万多个日日夜夜 外墙上的机械中 已不知提醒过多少个抬头仰望它的人 这一刻你可以放慢脚步 忘掉时间 基督教堂的塔楼 原本设计高度27米 最后建成了36米 那时候财大气粗 多花俩钱 死不了人 后来的天主教堂可就没这个福气了 天主教堂虽在德战时期就开始筹划了 连地方都圈出来了 但被日本人打断 最后直到1932年才开建 可开建一年后 德国那边小胡子上台 人要忙着准备在欧洲奋斗 哪有钱钱给你在青岛建什么教堂 于是被迫改图纸 原计划百米的高度 只好砍半 原先的风格配不上新世荣了 那就改呗 于是就成了现在这座56米高 结合了哥特市和罗马市的双塔建筑 半圆形的拱窗 圆形的花床 花岗岩的外墙 红色的塔顶 一吨多重的十字架 这些个元素揉在一起 怎么就这么耐看 天主教堂虽早已不是岛城最高的建筑 但在我心里 它永远是青岛离天空最近的存在 那德战时期 青岛的天主教徒是咋挺过来的 就是在旁边这个圣言会会馆里凑合的 虽然没法跟天主教堂 那个浓容纳千人的大厅比 但三百来号人做个弥撒 还是够实的 别被他一楼的中式灰砖墙给骗了 看二楼的风格 很明显是实打实的欧式 天主教堂另一侧 典型难得风格的建筑是个修道院 当年里面有一所既租制学校 和有一个幼儿园 起初只招收德国女孩 修女们顺便当个老师 一位派来青岛的修女曾这样说道 来之前想象中的住处是中式的 结果恰恰相反 看到的却是一座漂亮地道的欧式楼房 与上帝对话或许能治好新病 但真生了病还是得吃药 于是一名德国药剂师瞅准了商机 租下这栋楼的一层开启了药店 虽然药店的牌子早已消失不见 但老虎窗上的阿斯科勒比尔兹智杖 依然清晰可见 标志着这座建筑曾经的用途 不过青岛人还是习惯管他叫红房子 在这往前走两步 拐角也是一座红房子 起初只是一栋平顶二层小楼 后来扩建了一层 夹盖了屋顶和塔楼 颜值立马翻身 外前的装饰具有巴洛克风格 南侧的屋顶上 有三个造型别致的老虎窗 房子的主人是个叫兰德曼的德国商人 在一楼卖卖手表金珠宝光学一气啥的 入口上方还留着他名字的缩写 相比于兰德曼商业楼的有名有姓 另一座同在拐角处的房子 至今没店没娘 管他就要交住旅馆就职吧 可人交住旅馆在这儿呢 往前走两步才是 管他叫贝伦斯房子吧 可贝伦斯也就租了一个房间而已 且一年后走人 其开办的湘宜洋行也随之注销 感觉叫湘宜洋行就职 也有点别扭 所以干脆简单粗暴 苏姐弟的治安不能一直让三元那边管 还是得成立一个正八卷的警署 警署楼打眼一看 跟警察没半毛钱关系 倒更像座村里的教堂 不同于总督府的权威严肃 这座走文艺复兴复古风的房子 让人觉得还挺平静人的 警署抓了人也不能直接扔监狱 法院那边还是要过一下的 帝国法院的窗户深入墙体近半米 条状花岗岩既能做支撑又能做装饰 这么高的窗户室内高度可想而知 那个时代德国的房子室内能有三四米高 跳起来都勾不着吊灯 不过暖气费用也高得吓人 被法院判蹲大狱的洋人会来这里坐牢 说实话细想一下心里说不出的拧巴 在我们的地盘上建监狱 还是专供洋人的监狱 小时候远远看到这个塔楼 还以为是个浪漫的小古堡 当时的守卫便是沿着这个旋转楼梯 扶梯而上监视放风的犯人 在青岛的德国人多了 孩子上学成了问题 靠家长自讨腰包 撑不起学校 还得走路夫出面 于是这座学校便有了公立属性 中西河壁峰的主楼 一层石柱二层产廊 红色屋顶红色狼柱 背山面水一破而建 起初师资力量不足 传教士们先来顶上 首任校长便是最不务正业的德国传教士 反向文化传播大卡魏李贤 我的母校青岛主中的前身李贤树院 便是由魏李贤所创办 在这座中西风格的木头楼里 除了与夫人居住 成为儒家信徒的魏李贤 沉迷于研究汉学 翻译了《论语》《易经》《大学》《诗经》 等等一大堆的汉学经典 除了小学和中学 青岛还成立了第一所 受政府承认的德国大学 德华大学 预科学制六年 本科学制四到六年 德国人跑青岛 绝不是来县爱心做贡献的 掠夺和扩张才是他们的本业 这座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 便是德国对青岛进行经济侵略的金融机构 德华银行 其上下两层的拱券回廊 风格上与意大利的帕拉迪奥巴西利卡 极为相似 德国人想利用不平等条约 掠夺山东的矿产 就需要修建铁路 修建铁路需要钱 德华银行联合另几家德国银行集资 成立了山东路矿公司 其实原本分铁路公司和矿业公司两家公司 后来矿业公司被铁路公司买了 不过大家都在一个院里 处在外面露脸的是矿业公司的办公楼 修了铁路自然要建火车站 青岛最早建成的火车站是大港站 不过最初的车站楼没了 现存的这座是后建的 但也已有百年多历史了 在青岛站建成之前 这里承担了始发站的使命 车站楼感觉有点像德国小地方的车站 就这么一座小楼 连个卖咖啡面包的店面都没有 另一座车站青岛站 根据出版城市规划方案 原本想请Ater站桥建 但技术上不好实现 只能作罢 这座离大海只有几百米的车站 最显眼之处 就是那座极具德国风情的钟楼 虽然我知道 这座重建的钟楼 已不是百年前的那座 但对我来说 只要它还是以前的样子 并且一直在那儿 它就还是那个车站 仿佛一切从未变过 当年在这里上下车的旅客 如果饿了 可以去斜对面的车站饭店 填饱肚子 这座建筑 其实是一名中国人投资建的 建成后租给德国人开饭店 名字就叫车站饭店 零年时火灾把八角塔楼屋顶给烧了 负责重修的单位给整茶屁了 屋顶给贴上了金宝 青岛人几乎没有不骂的 不是绿帽子 看着就割仰 多年后好歹又给折腾灰了绿色 咱上面聊的建筑 几乎都建在欧人区 何谓欧人区 这就不得不提一条青岛的百年老街 中山路 德国人想把青岛打造成样板殖民地 自然也要打造一条样板山业街 德国人将中山路化为南北两段 南段叫弗里德里西路 这一片只能欧美侨民居住 史称欧人区 北段叫山东街 是国人居住的华人区 史称大暴岛 本想在这里清销本国商品的德国人郁闷的发现 北边的豹岛区路面虽窄 路子却越来越宽 人气越来越旺 商业越来越繁荣 欧人区这边 路面虽宽 但路子却越来越窄 中山路反倒成了中国商品的清销地 欧人区和豹岛区虽井水不犯河水 但德国殖民者对豹岛区住宅做了严格规定 一名叫西姆森的德国建筑设计师 设计出一种新的商住两用建筑形式 在经过演化和改进 变成了最具倾倒本土特色的民居形式 李院 李院说白了 就是把一片严接而建的房子中间掏空 弄成个院子 旁边开一个大门洞进出 有点西式洋楼与四合院结合的意思 李院通常为多边形 楼房多为两层 一层房线大点可以做门头房 二层以上多为小单间 用来助人 楼上的内侧带有拱廊式国道 连着上下楼的楼梯 一个院里的邻居间相爱大于相杀 同院的孩子从小玩到大 我穿开裆裤时被楼下的奶奶带过 大了点后 邻居家的哥哥经常带我出去疯 上学时吃过隔壁家大娘做的饭 和邻居家的叔叔吵过架和好后 反而更亲了 搬走的邻居过年时会回院里看看 老邻居来拜年 那可是真高兴啊 长大后的小伙伴在路上撞见了才发现 彼此只知道对方的小名 关于里院的故事太多太多 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是一种放不下的情节 是老青岛特有的文化 如今这些德式建筑 大多被作为历史建筑保护了起来 其中一些延续了原本的功能 一些被改为他用 一些成了博物馆 有的成了网红打卡地 亦或者仍住着平常百姓 不可否认 这些建筑是殖民的印记 民族的伤痕 会让人想起那段屈辱的历史 但青岛还是接纳了这些建筑 并没有将它们抹去 我想这大概就是一种自信吧 况且这里面也有我们自己人的血汗 甚至是生命 对我而言 每次回奶奶家时会路过这里 从幼儿园时背着画板来这里画画 到成年后在这里与爱人永结同心 喜海早时总能看到 重表楼后面的这座房子 小时候看青岛新闻时 首先看到的是这里的画面 高中体育课室 宁可跑到李仙楼下避雨 也不会教师学习 望着小新岛上那座百年灯塔的点点红光 慢慢长大 留学第一次回家时 在这里迫不及待地跳下车 那天是个大晴天 我兴奋地直接拖着箱子 拐到中山路上 一路边逛街边走回了家 顺便还打了两斤散皮 不知不觉中 这些元素成了我记忆的载体 在我心里早已融入了家乡这个概念 它们似乎一直属于这里 而我只不过是个幸运的过客 我还想起来 我只不过是个小小的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